因为像我们就是每个礼拜一都固定要练舞 那我们练舞之外呢还要验手 那如果没有那天没有到现场的话 我们就要用影片验手 记得那时候我们是要去国外表演 然后我们那一周就没有办法到现场去做验手 所以呢我们是在厕所 因为刚好就是那个厕所比较大 可是我们就全部人都挤在那个厕所去 在验手然后跟练舞 因为我本身是舞蹈戏 但是因为我跳舞的时候学舞是蛮快的 就是技舞算快 但是有一些协调性 因为我以前是跳中国舞 就是比较柔和这种 然后跟芭蕾 比较对 比较唯美的那种 然后跟我们现在学的一些流行舞 像韩舞有一些比较律动那种 比较made那种动作 就有很大的不一样 所以就针对这一部分 其实做了一些努力 大学是念商科 然后那时候是因为学生的时候打工 就去接一些展场的活动 毕业之后我发现 就是一直到处去每一个地方 接工作表演享受舞台 是我个人觉得我很喜欢这件事情 所以我到毕业以后 可能两三年都还在讲 然后我爸爸就觉得不太对劲 他就觉得说 他希望有一个早上九点去上班 对 然后晚餐时间回来的固定工作 对 因为他觉得说 希望我考公家机关之类的 因为他自己本来就是 所以我那时候就跟我爸 因为这一点 因为长久以来 都有这个问题存在 直到他那天跟我讲以后 我觉得我也是大爆炸这样 我就一气之下 我就收拾我的行李 我就觉得说 离家 对 我就离家 因为我会觉得说 我继续待在这个家 我们只会有更多的争执 我爸爸就是 我好像在17年的时候邀请他来 我就在那次个人秀 我就表演爵士鼓 然后我爸又坐在前排 他就想 然后我一打完 然后就是全场欢呼 我爸就 他吓到 他就觉得说 我女儿好像巨星这样子 什么大家都在帮他拍手 他就很开心 年底他就跟我说 你拿几本来 我想送给我朋友 就是已经变成说 我有感觉到他有 觉得这是他的骄傲